这是我做美妆博主一年来比较常用的粉底液 但只有这几位选手脱颖而出 成为我这个干皮连度最爱 这里面几十块到几百块的都有 从贵价到平价我每天给你们试一瓶 用的是4K镜头保证5美元无滤镜 今天我先用娇兰金状粉底液 贵妇级的粉底 贵妇粉底液在乎的是使用感 它的肤管就是很贴 不会卡粉 说实话它的奢侈力是一般的 因为贵妇的皮肤都没什么瑕疵 我在我红雪是比较多的位置 又加一层看看它的遮瑕力 它属于是那种奶油般的质地 那我现在盯完妆了8小时后 现在是晚间看一下娇兰的粉底液 对我甘心机来说 我觉得这一款养肤粉底液会有一点点氧化 但是它肤感非常的好 第二款大四蓝镖 算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款了 它里面有蓝调光威力 特别是我们亚洲人黄黑皮 因为蓝色的隔离呢 其实是可以去黄的 8小时再给你看看妆效 现在看看阿玛尼大四蓝镖 晚间的妆效 不像其他粉底液 没几个小时就暗了几个度 第三款Makeup Forever HD Foundation 清晰无痕系列呢 就是专门为4K镜头而生的 它的设计原理呢 就是可以折射光源 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看眼花效果非常的好 可以到晚上都不会变色 它的遮瑕力呢 是属于中等的 可以覆盖掉红雪丝 8小时后见 好我现在已经忙了一天 看看Makeup Forever HD系列的粉底液 现在我就算满脸油光 颜色也不会暗沉 像你们如果出油的话 只要用纸巾硬一硬 底妆日然持久 第四瓶Makeup Forever 霜用水粉霜都快见底了 完全就是裸妆的玩者 毫无粉质感 80%都是水 这款粉底液呢 随便你怎么抹 都不会卡粉 如果你希望你的底妆呢 是有色彩力的话 那你就不用买它 因为它完完全全就是一款裸妆粉底液 均匀你的肤色 好我们8小时后见 好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可以看一下裸妆粉底液的效果 不管是什么粉底液 时时晚上都会出油的 那出油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样纸巾 均匀一下油纸 不要磨蹭 你的底妆还是很坦大 I'm a 召集者过年 现在两款平价的粉底液一起上连 线上Hoff 这款呢是油皮版的湿润粉底液 对我干皮来说呢 它的持久都也是很好的 到晚上都不会变色 反而它的遮瑕力呢 就是属于中等 那另外一边呢就是用Panel Panel的粉底液呢 就是比较水润 我觉得所有粉底液呢 我最看通的就是看热化的面 有一些粉底液到晚上呢 就会放灰 那Panel的遮瑕力呢 算是中等以下 更加的自然 这边呢粉感会有一点点重 看你们自己的需求 8小时后见 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那这边呢是Hoff 这边是Panel 为了公平公正 我完全一整天都没有补妆 它只是有一点点雅化 但是呢 没有脱妆 好 4到第6天了 MAT的定制无小粉底液 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就是遮瑕力最好 它是奶油质地的 唯一个不好 就是有点臭 它的质地呢 偏浓稠 不干也不油 我喜欢它的原因呢 因为实装效果太好了 它能保持你的脸部 水油皮呢 不会拔干 如果要是说 治起来你好到什么程度呢 连我的黑眼圈都可以开中 看小师傅见 好 现在网上的妆效 看一下 这款油皮粉底液 对我一个干皮来说 也非常友好 可以说是不脱妆 也不拔干 都看到结果了吗 不管消费能力怎么样 都能选到一款适合你的 但事实证明 没有一款粉底液 可以24小时像油漆一样 完全不脱妆的 总的来说 不管什么负质 T区都会出油 那出油的时候呢 用纸巾印一下 又或者去补个妆 这样你的底妆 才是越越越美丽 感动没张tipsy 可以那么好